你敢不敢花三千万买一个石头 2023年底 我们收了一桩翡翠石头 历时半年 从石头到材料 见证了一条条高质量手镯胚的诞生 翡翠的美 无以言喻 当第一片手镯板料切下来的那一刻 仿佛看到了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幅历史名作 红尘太纷扰 唯有这幅天然的优美花卷 不需要讨好 如果把这风景装进手镯里 那带上它的对位姑娘 将是多么的幸福与美好 第一条手镯胚压出来了 你们看 是威风 如果你不喜欢日落余晖 还有这幅绿叶匆匆 唇意盎然 人间烟火气 对付烦人心 还有还有 那一万年前飘来的雪 领冬将去 雪融草青 相信一定会有新的相遇 将温暖延续 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它的美 好翡翠 值得你亲自去体会 就连这普通的位置 我们也盘出了一条带茶色 漂绿丝的冰条子 大的这一桩石头呢 我们总共是切下了十片 取了45条手镯 每一片材料切下来 我们都会打一个大概的架 给其他同行 边角料卖得越高 留下来的手镯 成本就会越低 你们一定会问 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做货 嗯 我们的资金流不注意 支撑这个时间成本 你们要知道手镯 淡面和平安扣 这种素面的题材 做出来的周期是很快 一旦考虑到雕刻 尤其是好的料子 肯定是要找大事工 那周期一定就会拉长 这个我相信 做过货的兄弟们 应该都知道 当然呢 我们也会留一些漂亮的片料 方便客户后期做定制 比如这一片三泉水草 我已经没有办法 用语言来表达了 那就交给屏幕前 多才多艺的你们吧